点燃灵灯就需要灯芯归位 那傅九云是灵灯的灯芯 他出生于这火山 也必将归位于此 如果你点燃灵 他便会化为灯芯 直至燃尽 你们俩都将身死 他没告诉过你吗 灵灯是我的 因为我生来有所感应 现在灵灯已经不在灵芯城了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灵灯我不能给你 一座城一盏灯虔诚了相思 灵灵之中梦里共住三千尺 纷纷细雨迟 彼岸花有时 忘记了谁放过的心 对 对呀 但是 他怎么会告诉你呢 他当然要百般地阻挠你 欺骗你 不让你拿到灵灯 他也是怕自己会死 你那须于间的国仇家恨 和他要延续百年的性命 但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更可笑的是 一个堂堂的仙人 竟然 自私到如此低谷 他枉费了 你对他的一片真心 现在傅九云还在苦苦支撑 我要是贸然拿你相逼 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 我告诉你真相 我是不想见到你那么死心眼儿 而又不明不白地被他骗 不会的 不会的 终于他不会骗我的 终于他不会骗我的 我求求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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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没想到 大骊的弟女 竟然跪下来抄我 好啊 那你就劝劝他 劝他好好地焚话 他还能少受点折磨 下来抄磨 我不想 我想你 我看我 我就是你了 我看你了 她就你了 我看你了 你了 我看你了 你了 我看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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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一向一开始提起的每个字 都是只守过你的样子 从今往后你却总会姗姗来迟 飞舞着转瞬即逝 昙花一现雨即逝 玄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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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很惊讶 二殿下 刚才我就觉得杂鱼未卿 没想到这条杂鱼竟然是你 别杀他 真没想到 大骊的帝女 还会替天元国的皇子求情 我答应你 青春 你要干什么 你带我去见他 想好喽 想好了 傅九云 你快睁眼看看 是谁来了 是谁呀 川儿 川儿 别过来 川儿 秋云 你受苦了 我求你出来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玄珠 你快点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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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用 我要救你出来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 你别管我 你别管我 紫辰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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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灵灯的心 是 我是 不过川儿 我并不是想瞒着你 我只是不想见你一灵积等 不过我发现我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你 川儿 是 当我决定把灵灯给你的那一刻 我便按下决心 你若只一点灯 我便化作灯心 让你点燃 让你永远不知道这些 点燃灵 但你就会死的 川儿 我陪着你 您 决 九九云 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有什么能耐和我斗 九云 就算我还是一口气 你也休想 斗青川一下 九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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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骊的帝女 你亲眼见过至亲死在眼前 那至爱呢 我要让你欣赏一下 枯萎的灯芯 是什么样子的 小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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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不让我来 现在还不是一样需要我 白月星云镜 你不过就是个镜仙 何必这么折损修为呢 我要的只是傅九云 若是你再这么挡下去 可是会碎掉的 小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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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